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請教一下 你們差不多 一個禮拜 拼家裡幾次 對 我只有一次 兩次 這樣才不夠 我是這樣 一個月有人幫我倒三天一次 其他的時間自己稍微聰明做 我有時候 你想說 我家裡偷偷做你 如果別人是可能 老婆 還有小孩 衣服是怎麼處理 對 一堆 我說這樣洗乾淨 我就會很多的質疑 因為有時候都做你幫我倒三天 你如果說幾天兩 三天洗一下 現在大家這麼忙 可能都 頂頂一堆 整個禮拜這裡洗一次 今天要好好研究一下 如果你真的一禮拜洗一次衣服 你要用 要來洗東西就很重要 不然衣服洗得到 我會說台灣適合也不乾淨 痠痠 所以沙腦菌穿的身體就不舒服 所以今天來尝誤一下 我也來好好學一下 連來這裡跟KK我的助力分享 看怎麼用什麼東西 沙腦會比較乾淨 比較沒俊 好 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這一位 其實很多東西他都懂 他都了解 每次都很不吝嗇地跟我們來分享 就是Sam老師 鳳姐好 大家好 醫務的清潔要很注意 不然就要小心 細菌病毒跟著你回家 真的 這個真的 外面 因為其實 尤其是在戶外 你回來 其實有很多細菌在 接下來這位他就是 這方面超厲害的 他就會告訴我們說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今天我們就會聽他說 怎麼樣 就是洗衣達人小慧 洗衣不再是大工程 我有獨門的洗衣撇包 大公開 洗衣 撇包 我們最喜歡的 好 其實這位他是生活達人 他的生活很多 比如說 怎麼樣讓自己更好 怎麼樣讓家境 環境各方面 更達到乾淨什麼 他都很了解 那就是我們冠玲 歡迎 謝謝好 各位大家好 如何去除生活周遭的病距 今天來分享讓你知道 太好了 剛剛是在這裡跟Sam老師在聊天 對 我說你差不多三個多久洗一次 他說都燉到 我大概也是一禮拜洗一次 一星期 因為有時候你忙 而且有時候你想說 兩 三件衣服 你就要再去洗 你就會覺得 好像很浪費水 又麻煩 而且像我自己家裡是有養寵物的 所以我對於床單 枕頭套 客廳也會有抱枕套 這些都一定要洗 我有四隻蠟殘 所以這些細菌就會變成說 因為我們家狗有時候也會舔地板 然後你可能沒看到說要去咬抱著 對 等於說這些東西就要很乾淨 但是尤其是 我覺得 我們剛剛都講到三口而已 我覺得請具也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請具 我不知道觀眾是一個禮拜 是多久洗一次請具 我大概是 我最慢 最慢 我再怎麼染 我大概 我平常是一個禮拜 換要換一套 因為我覺得這才會乾淨 不然的話 這些常常會接觸到我們的皮膚 回到家 不過我有一個原則 就是我回到 我在外面的服裝 我是絕對不能坐在床上的 我一定要脫掉 換家裡的衣服 我才能坐在床上 所以這些環境坐牢 這個細菌才不會跟上 這個很重要 對 如果是 你說兩 三天洗一次 衣服又不夠 你一直把它燉 燉到一堆這麼大堆 像我剛才說的 這樣我會覺得 那衣服怎麼洗這麼乾淨 當然很多人就是說 港洲主委 他其實有時候洗衣服 不過他就拿去外面洗 或是什麼 其實洗衣機各方面 我們也會擔憂 對不對 要問小會 其實像以前我是在 年輕的時候在國外面做 你現在也年輕 是 沒有 因為外面我沒有洗衣機 那就是頭臂洗的 對 可以烘的 我們就烘 不能烘的 像棉的 我就是涼 室內 很臭 然後其實那個就有黴菌 添起來 一般都沒關係 現在有了小孩 當媽媽才知道說 原來那都是 因為台灣比較潮溼 有時候那些衣服 你如果不去打在頭 它就稍微鬆了 對 是不是那樣 有那個 那個臭撲味 對 有一個味道 這也要清潔到我們生活 我們慣連 你的習慣是 我的習慣 我家是 我媽媽每天 衣一定要每天洗 她沒有放過眉 你知道我在外面打拚 哪有可能 所以我的習慣是 衣都是燉到 那個洗衣籃差不多要搭 要沒衣好穿 就是我要洗衣的時候 可是以前我都很煩惱 就是說因為衣服五顏六色 我常常有時候不注意 衣服彈起來 你起來白色會變粉紅色 你會想說 我當時雞精 要粉紅色的衣 你如果倒到一層還可以 有時候就是有藍有粉 那衣服就整個蓋了 你說的重點 有時候T恤跟牛仔褲 牛仔褲都買回來 它就是體型 白色的T恤 有時候沒辦法 人家都說白色反白色 褲子反褲子 褲子反褲子 有時候衣服 褲子有幾粒 褲子又沒那麼多 都會黏黏在那裡洗 有時候又分不太好 你會想說分不對 這件褲子不是 是膩色的 結果洗起來 自己分類分錯 經常有時候就很萬壇 你就覺得說分錯 可是衣服就整個蓋了 楊褲 你有這種經驗 因為你還有小朋友的話 對 因為小朋友的衣服 都是五顏六色 尤其是小嬰兒的 好 現在大一點了 然後那個制服 上面淺 下面深 對 小朋友又會流汗 那個褲子很醜 你要怎麼分色 你要分兩藍 你要積多久 所以說我現在有一個 很好的法寶 我就可以全部 不管顏色 全部丟進去 然後把我的 它洗都不會顏色 放在一起 對 這是 這是禁前 沒有這個東西是純粒 就是禁前 有這麼禁前 對 我看到這件衣服 好像想到我們家的衣服 這是我們老公的 我想 我跟你說 這會洗到出事 會完結 我看到這件衣服 我真的想到我國小 因為我小時候是奶奶帶大的 對 然後我們國小 我們就是這種白色的制服 對 然後 褲子跟穿布都是純粒 對 然後都是我阿嬤在洗 有一次我想說 我阿嬤那天不洗 我想說 我國小 我想說孝順一下 我就自己把我的白衣服 丟到洗衣機裡面 然後就想說幫家瑜的一起洗 按一按出來 你知道嗎 我那件 制服 比這個還嚴重 整塊都是 因為小時候的經濟沒有那麼地 憂惑 對 所以我那一學期 全部都穿有染色的字 所以這件事情 一直印在我的腦海裡面 所以我長大之後 我就是一定要把白的跟彩色 分開洗 對 所以其實媽媽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像這種襯衫 很容易染 對 她每天有時候那個制服 一 三 五 二 四 六 一 那好快每天洗 對 你看後面洗衣服 而且現在又有疫情 你說那孩子回來 頭一件事就洗衣服 趕快洗 對 妳怎麼這麼厲害 去法國再去發現說 一些什麼染布 防染布 這個是我 年輕的時候在美國念書 那時候躲在外面就是頭臂室 對 每次都要擠 對 然後經常就排兩腳 做一次排去洗 跟親切說 有在那裡傻了 有一個叫防染膜布 我說什麼叫防染膜布 他就說就是一塊布 然後把它任何的顏色 你一起洗 丟進去 他就會把水裡面的顏色洗走 所以你用乾淨的水去洗衣服 那當然就不會染色 我說原來有這個東西 說實在 這東西已經很久了 在歐美已經很久了 流行 可是回台灣 就都找不到 親切 就拜託 你回來 你不要 我不要 你幫我帶一箱的防染布 然後我就這樣用 可是這幾年我覺得 很開心就是在台灣 有找到這個東西 它防染的原理是 對不對 它是 可以實驗一下 看一看 可以 讓大家了解一下 一塊這樣補 這個 它是 它是有經過特殊處理 所以它就會把顏色洗走 對 所以說我覺得還滿厲害的 就是 我做個實驗 它是一塊布 是 它是一塊布 兩塊水都清清 對 這都清清的水 我這兩塊就是 因為我範圍比較小 所以我用一般的布 就兩個白布 我有做記號 這是一般的 我就把它放進去 這就覺得我們在洗衣服 這兩塊是一般的白布 就在模擬我們平常洗衣服 會有樣子 來 這是 對 謝謝 然後 好 假設這是我們染色的 對 我們多放一點 這就跟平常T恤上面 有那個淺色的 洗著洗著就倒出來了 對 好 然後我這塊就是防染布 就是我手上這一塊 對 好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其實你洗衣服的時候 倒冷用 對 放這個好看 洗衣服之後 對 一起丟進去 洗衣機裡面速度更快 它就是把水裡面的顏色 給洗走 那你用乾淨的水 其實它就是 它就不會染色的問題了 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衣服在洗衣機裡面 它的顏色會釋放到水裡面 對 這個防染布加進去一起洗 對 這個布就會把水裡面的 多餘的顏色 吸到這一塊布 它就不會染到別的衣服上面了 它就會搶在 我們一般衣服的 要被染上去的前面 就先被這塊布洗走了 是 對 小蕙姐 好神奇 你的那一塊跟我的這一塊 差好多 對 我這個 因為它已經被防染布給吸走了 對 而且你的水都已經幾乎快變 超白色的 對 那個防染布變 變剛剛的紅色了 對 它已經犧牲它自己 而且顏色都清澈了 水的顏色也變清澈淡了一部分 所以它明顯就有看得出來 所以你用乾淨的水去洗衣服 當然就 其他衣服都不會染色 是這個原理 但是洗這個顧色就要保證 因為 坦白講 它就是吸水裡的顏色 所以你的衣服洗好脫水好了 你要趕快晾起來 對 不然的話 淡淡的衣服放在一起 也是會會 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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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說你就是 一洗完要趕快晾 我問一下 因為你現在是第一個顏色 對 如果我的洗衣機裡面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顏色 我都可以一次把它吸附掉嗎 是 我一樣用黑色的嗎 來 看看今天 我剛剛有怕乾淨的 老師 我們要要實驗精神 你來一點藍色 我們來噴 對 隨便加嗎 你先加 換我 我們來把它藍色 好 很多顏色 對 看起來好五彩繽紛 很多 其實就很像是平常 我們洗衣服的時候 T恤上有各式各樣的顏色 你看它還馬上就把它吸上來 有 它已經開始吸各式各樣的顏色 對 所以其實看得出來 這個防染布它很神奇 對 而且我覺得它吸附能力算滿完整的 我現在才知道說 其實人家洗衣服有這麼多祕訣 現在有的人會用那個洗衣袖 怕衣服會打開 對 你把它打開 衣服就不會打開 原來衣服可以洗掉 不會打開 也有這種神奇的想法 我就是利用防染布 這個一塊這樣用完就等到就對了 像這樣 其實最好就等到 就等到 這樣就算飽和了 如果是更切的 像剛才的那個 差不多這個 這個算飽和 也算飽和 也很紅 對 這個算飽和 好 如果你像再淡一點點 其實我可以下一次再用一次 對 我的方式就是一塊舊的 再一塊新的 所以它最保養 只要有一點還有白的地方 代表它還可以吸 對 它的原理就是你吸到滿為止 對 那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都是洗有顏色的 我剛剛不是講說 我很在乎我的白色 因為白色的 我雖然都已經分開洗了 不過你會發現 白色的衣服好像擠到後面 還是會灰灰 對 那這個東西拿來洗 白色的 效果很好嗎 這個我自己親身肌 我會想說 以前都把它分開顏色洗 然後都想 但是為什麼 白色會越洗 灰灰 對啊 現在有了這個法寶 我就每次洗衣服 我就是把它丟進去 然後就發現說 其實白色的衣服洗出來 還是會有顏色 它可能已經去吸附 其他的髒污 或是 別的衣服的淺淺色 我們不知道 它是會 所以它只要試出來 它再退出來 退到水裡面 我就可以把它洗 那因為它本身是一塊布 對不對 對 那會不會因為我這樣子 丟防染布進去洗衣機裡面 夾 夾到後面這個布就破掉 然後就有棉絮袍 整個都是會不會 不會 它這個是布 對 那 坦白講 市面上有 吉他的 對 我都穿過 有的就像這樣會破掉 你可以建議你的衣服 上面都白色 對 它會黏很多毛屑 因為它是紙 所以說在挑選上還是要看 了解 這個是我自己的經驗 真的是用 所以這一塊也是 類似的產品就對了 對 它也是紙 對 它可以撕破 問題是這是補了 你看這意思就破了 白白都是一樣的東西 這料有10%嗎 有差 漏差很多 坦白講 東西真的要有品質 是要說 因為這是要洗 我們辛苦 穿的東西 所以我 尤其我有小朋友 我為了小孩 我品質一定要顧好就對了 所以它這個產品是有 經過SGS 檢驗 重金屬 環境荷爾蒙 這個都有經過檢驗 而且有符合標準 如果 如果要洗衣 因為剛才說的衣服 一堆這麼大堆 我就覺得都痠起來 要怎麼洗得乾淨 黴菌 對 可是現在很多人都這樣 所以鳳姐這個撇步 我都可以跟你說 我剛剛都講細菌 這個衣服不住 我怕會學到了 可是像我自己的習慣 就是因為我住在北部 沒辦法衣服都打不住在頭 我也沒辦法每天洗 我就在找的時候就發現說 現在市面上 不是基本上抗菌 抗塵蠻 這個常常都有 可是現在有一種很厲害 可以把腸病毒洗掉 腸病毒 我以前會覺得說 這不是說小朋友 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以前有一次就是 去醫院的時候 就是嘴皮 看五天 痛到要死 都吞都吞不下去 我想說這到底是怎麼樣 去給醫生 沒有 嘴皮去給醫生看 笑死人 但因為真的是太不舒服了 醫生跟我講說 你得了腸病毒 我想說大人怎麼會 後來我問醫生說 可是我也沒有特別跟小朋友 有接觸或什麼 他說不是 是因為在外面 其實衣服會沾附腸病毒的病菌 像我們回家 沒有立刻把衣服把它換下來 這個腸病毒 會停留在我們的衣服上 不自覺有時候 你在吃東西就吃進去 所以要把病菌洗掉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就會在想 到底什麼樣的洗衣精 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對 其實我們在選擇洗衣精的時候 剛好講到說 我媽媽每天洗衣服 我今天做不到 我在選擇洗衣精的時候 要選 然後還有PH值很重要 像我常常跟老師學 衣服是我們人的皮膚 因為妳會碰到皮膚 第二件皮膚 有時候你穿那個衣服 像我以前就是為了不要 能夠鬥血 我就選那一種 就是定色很強的衣服 可是你在洗的過程當中 它過減 會傷害皮膚 你的手 以前我媽媽都要用洗衣服 洗完再會乾淨 可是你有時候 就算你用黏的衣服 像小寶寶 你都用黏的衣服 黏的衣服有洗衣服 洗衣粉 洗完之後 它會更洗 然後會 就是會刺激到你的皮膚 對 所以我們在選擇 我就會選擇像那種 接觸到皮膚才會比較舒服 而且最重要的是 現在有那種科技很進步 都是他們是全植物的配方 你就算衣服沒有日曬 你也不用怕有臭腹味 像我有在健身的 健身回去我就整個都是汗 那個我一定要脫掉 我也不可能每一次 健身一次就洗一次 對 怎麼你放下去就鬆了 所以我覺得說我有好幾桶 那一桶就專門丟這個 所以老師又講到說 像我弟弟是 他很喜歡打籃球 那個籃球的排汗 真的都要幾千 衣服經常讓我媽媽洗 皮膚 他說媽 我這三衣服穿後 都會排汗 不會臭 你把我洗掉 你的衣服越小越炒 以前都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我才知道說是因為 不好的洗衣精 其實會把排汗孔 把它全部堵住 但是這個植物萃取的配方 它是不會堵住 洗完之後排汗衣 它也是有它一樣的功能 但最重要 還有一個重點 你知道有的香是很可怕 你聞看看 給鳳姐聞看看 這個是小蒼藍的味道 而且它很清香 淡淡的 所以你三衣服 以前人家都用什麼洗衣豆 現在不用 你在洗衣精的過程當中 它就能夠得到這樣的一個功效 其實剛剛味道 這邊就有傳過來 是那種清新的香味 小蒼藍對不對 對 小蒼藍 現在還滿流行的一個香味 而且你看它這個是 很濃縮的一個配方 就是說 你在洗的過程當中 它不會那麼水 所以這一瓶 這麼大瓶 你都很耐性 你一湯 三瓶 只要抵一點就可以了 所以這就是植物萃取 而且這個是來自於 台灣的一個專利科技 台灣現在很厲害 用植物 它裡面有什麼成分 它裡面有玉米 現在很流行 用玉米的方式去做一個提去 裡面還有一個東西 以前媽媽都說 你的鍋子如果有夠了 你要用蔥跟洋蔥皮 其實洋蔥皮 它有很強的清潔力 台灣用了這個 18種的植物萃取的配方在裡面 用天然的方式去洗 最重要是它可以洗掉腸病毒 你不用再用高溫 以前你腸病毒 你都要洗衣服 你都要一百度洗 所以你現在就可以非常安心 去做一個使用 不然就是要拿去烘 要烘得很熱 才會覺得好像要把它殺乾淨 它出來的衣服都壞掉 現在就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像現在新冠肺炎 人家要講說 你回到家的衣服要趕快洗 停留可能三 四天 我跟你講 腸病毒更可怕 就算你今天腸病毒痊癒了 你二十天 你的嘴痕 你的聲 它還是會再傳染 所以為什麼人家幼稚園 經常說如果一個群聚就要停課 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不用再擔心 你兒子去外面 長篇圖回來 衣服要怎麼處理 用對好的洗衣精 大人 小孩都安心 這樣子譬如說貼身的 對 衣服的話用這個也OK 這個也OK 如果貼身衣服 實在沒有時間 另外再跟衣服一起洗 都OK 我跟你講 我很平安 我會洗衣 我為什麼選擇一定要抗菌除毛 還可以去病菌 是因為我洗衣服 我都一趟就等了 哪有時間 這個手也軟軟的 真的沒辦法 所以我就都用這種方式 就算太陽不夠 沒關係 你晒在陽台 它也不會抽 這樣今天就學到了 我們洗衣服就不能說 大費作戰 因為我們現在很了解 如果你真的很不容易 燉一堆 也不用怕 放一個臭腐皮 生涯 有菌不乾淨 而且也知道就是說 衣服如果倒閉用這個布 你如果說真的就不會倒閉 如果真的放在黑和白衣 放在洗衣巾 脫水以後 那就不能放太久 因為就怕它倒掉 如果平常的話是OK 我們洗衣服就知道用什麼樣 來減輕我們很多的負擔 你才不如說 我一件衣服白 怎麼會把我洗成冰 那時候就報銷了 不用擔心 就不會有壓力了 今天真的上課學到了 謝謝二位 謝謝 謝謝 而且把衣服可以洗得更乾淨 更乾淨 對 而且有這個 省水省電 省時間 洗衣服就只要洗衣巾 補給它擋下 對 開關起來 完美 四十分鐘後 乾淨溜溜溜 超好的 對 謝謝